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接下来呢是我们从五弦开始弹一个八度的第三种执行 无图所示 然后呢我们来再从四弦开始找出一个八度的音节来 首先呢我们要先找到刀 就是在四弦的食品 首先呢是第一种执行 如图所示我们来演示一下 那么接下来呢是从四弦开始的第二种执行 如图所示我们来演示一下 那么接下来呢是我们从四弦开始的第三种执行 我们来演示一下 三弦从三弦无品的这个刀开始弹 那么接下来呢是我们的从三弦开始的三种执行 首先是第一种 我们来演示一下 三弦从三弦无品的这个刀开始弹 其次呢是第二种执行 我们来弹一下第二种执行 开始 ok 那么接下来呢是我们从三弦开始的第三种执行 我们一起来弹一下 那么基本的执行呢我们都是用一个八度的方式来演奏的 这样更利于我们的记忆和理解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把我们所学的这几种基本的执行呢合并起来 那么最简单最容易理解的呢就是第一种 我们今天这些课学的从五弦开始找到 找一个八度音节的第一种执行 只要从它把我们的六弦和一弦上的音给延伸出来的话 我们就会得到我们最常见的这个米执行的音节 如图所示 还是老规矩我们来一起来弹一下 那么将我们这些课学到了从五弦开始找一个八度音节的第二种执行 和从三弦开始找一个八度音节的第一种执行合并起来 我们就会得到一个横跨两个八度的音节了 那么我们将这个音节呢 到六弦上的音再延伸出来的话 我们就会得到我们最常见的这种执行的音节 如图所示 那么接下来呢还是我们来一起来弹一下 将我们第一节课学到了从六弦开始的第一种执行 和这些课学到了从三弦开始的第二种执行合并起来 我们就会得到拉执行的音节了 我们再把这个六弦上的音补全 这就是拉执行的音节 如图所示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也是一样一起来弹一下 我们也是一样一起来弹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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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从六弦开始的第三种执行 和从四弦开始的第二种执行合并呢 我们就会得到一个新的横跨两个八度的音节 那么这个音节呢 就是延伸出来的RE执行音节 好 如图所示 那么接下来也是我们一起来弹一下 我们需要反复的练习这些不同执行的音节 我们需要反复的练习这些不同执行的音节 然后尝试从不同的把位出发 演奏出不同调性的音节来 那么在这里我就不演示了 那么有不明白的朋友呢 可以看一下我们上一期的视频 那么不同的练习呢也是非常的重要的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一起练习一下音节的魔镜练习 不同的音节练习呢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上一课呢 我们也是为大家准备了一些练习 那么这一课呢同样 我们也是准备了两种不同魔镜的练习 那么也希望大家可以举一反三 多去用不同的把位去演奏 不同调性的音节 然后去来练习我们的魔镜 那么在练习的过程中呢 最好是能边弹边把音名唱出来 这样更利于我们的记忆 那么好了 这一课呢就是这样 那么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 吉他平方的微信公众号 那么在我们的公众号呢 在我们公众号上面呢 我们会把这个我们美杰克所讲的内容 还有谱子呢都发在上面 这样的话大家可以边看视频 边看我们公众号上面的谱子 那么也谢谢大家的关注 那么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